朋友们来海南万宁了 在这里除了可以看海和冲浪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小众的玩法 就是探访这里的咖啡店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万宁其实是中国最早种植和加工咖啡的城市之一 所以咱们今天就来深度的体验一下万宁的咖啡文化 其实在万宁当地最正宗的咖啡叫做星龙咖啡 它是曾经被入选到中国国家地理的很标志性的产品 这就像是什么呢 就是阳城湖的大茶屑 然后镇江的香醋是可以代表万宁来出战的产品 那我们今天呢看这辆凯拉克的IQ奥哥 你们发现啊就是目前这个市面上 尤其是新能源的车型 它其实同质化的设计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你在这辆奥哥上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凯拉克家族式的这种原创的设计 就比如说啊流光星雨的直列式的LED大灯 以及跟logo相呼应的黑金式的格山 但是呢这辆IQ奥哥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有一个两段式的尾翼 所以整体看起来是不是还挺运动的 OK我们到第一个N1咖啡奇幻工坊 这个是海南最大的咖啡工坊 到底有多奇幻呢 你们看 它把自己做成了2A级景区 进来之后呢 整个就跟一个真实的生产线一样 各种咖啡的加工机器啊 而且还有很多可以互动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种电影 Charlie的巧克力工厂的感觉 太浪费了 往后一大口 咖啡充电 反倒不见 走吧 再一站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家咖啡店 就很有意思了 叫做没门咖啡 什么意思呢 就跟字面意思一样 整家咖啡店都没有门 而且据说拍照片是非常非常出片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补个妆 准备去那边拍拍照 其实这台IQ奥哥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叫做电动蜂鸟底盘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目前这个市面上 很多的新闻车型都会有那种 刹车点头啊 包括晕车 甚至有动能回收不舒服那种情况 但是这台车它的悬架高度 包括它的扭矩 是根据不同的路况进行输出的 就跟蜂鸟一样非常的灵活 再有一点呢 它是会针对刹车点头这样的问题 根据你自己的驾驶习惯 去调节动能回收的这种力度 包括你看方法盘 后面它有个小拨片 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那种习惯 去调节这个刹车的行程 就跟自行车一样 完全用你自己掌控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路上 就是补装啊 凸口红什么的 就完全不会担心 运装了 朋友们 没门咖啡到了 果然没有门 厚索 也没门 咖啡小妹 这个体验还挺不一样的 感觉像是在山谷里面 就是丛林里面喝咖啡 开始拍照了